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AC系列基本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ORAC基本概念的第一小节 ORAC的逻辑存储结构 在上次课呢,我们是详细介绍了ORAC的体系结构 但是呢,体系结构呢,有很多是物理的 比方说它的文件存储结构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将要介绍ORAC的逻辑存储结构 所谓的逻辑存储结构呢,实际上呢 它是对ORAC的逻辑结构做一个逻辑上的划分 而并不是真实的这样一个物理划分 当然它的部分的逻辑存储结构呢,还是对应上物理的存储结构的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PPT哈 嗯,还记得我们上次课有介绍过 就是ORAC数据结构的物理存储结构 有包含各种文件,控制文件,重做日制文件 还有数据文件 以及OS就是操作系统的数据块 存储数据的最小单位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ORAC的逻辑存储结构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针对于ORAC的逻辑存储结构最大的一块哈 应该是数据库 因为一个ORAC是可以管理多个数据库的 那么每一个数据库之下所对应的逻辑存储结构呢 最大的哈,每一个数据库之下 最大的就是表空间 好,一个数据库是可以分成多个表空间的 那每一个表空间实际上哈 是对应上了物理存储结构的数据文件 上次课我们是有看过ORCL这个数据库哈 就是我本机上的ORCL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文件 它好像是有三个 那实际上呢,对于逻辑存储结构 也就相当于它有三个表空间 那么表空间之下呢 我们是把它分成段的哈 表空间分段 段之下呢,分成区 区之下呢,分成块哈 数据块是ORAC中存储数据的最小的 这样一个存储结构 那表空间,段,区和块 就构成了ORAC数据库的逻辑 逻辑存储结构 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ORAC逻辑存储结构中的表空间 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在这里哈 我专门配置了一个新的数据库 数据库的名字呢,叫做CINDY 已经可以看到 当我配置好这样一个叫CINDY的数据库之后 计算机的服务列表 就出现了一个叫做ORACService CINDY这样一个服务 只要启动它呢 CINDY这个数据库实力就已经开始运行了 那接下来呢 当我打开哈 ORAC的安装路径下的ORADATA 就出现了出开ORCL这个数据库哈 又出现了一个叫做CINDY的数据库文件夹 好,进去一看哈 ORAC初始配置好的几个控制文件 日志文件和DBF就数据文件都已经出现在这里 在PPT上我们也专门强调过了 在ORAC数据库中一个表空间就是对应着一个数据文件 也就是说当我配置好CINDY这个数据库的时候哈 实际上已经创建了五个初始表空间 这五个初始表空间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SYSTEM表空间 SYSTEM表空间呢 里面存放的其实是一些DDL的信息 好,以及PLC口包啊 函数啊 存储过程等等 是数据库最重要的一个表空间 除此之外哈 还有它的一个辅助表空间 SYSTEM表空间 好,还有呢 这个叫做TEMP就是临时表空间 临时表空间呢 存放的都是PLC口语句 在执行过程中会临时产生的一些数据 那么用完会立刻释放 接下来呢 就是Undo表空间 Undo表空间里面放的呢 都是一些哈 可能会产生回滚的一些记录信息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User表空间哈 这是属于用户存放数据的这样一个表空间 好的 解释完这些已经预定好的文件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用代码来演示哈 我们新创建一个属于用户的表空间 这里呢 有两段代码 分别是创建一个临时表空间和一个数据表空间 首先创建临时表空间是Create Temporary Table Space 哈 User Temp Tempo File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是在我的Oracle的安装路径Oral Data的Cindy之下 新创建一个叫做UserCindyTemp.dpf文件 然后它的大小是50兆 自动增长 而且每自动增长一次的时候哈 是自动增长50兆 最大的大小会达到20480兆 OK 接下来第二步是创建一个数据表空间 记住临时表空间放的数据哈 在用完之后就会释放 但是数据表空间的话呢 它的数据会持久化的存放 接下来Create Table Space User Data Login Data File 好 一盘的也是在Cindy之下 叫做UserCindyData.dpf 后面的也跟之前是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来执行一下 首先呢 我先要用超级用户登录 哪个呢登录Cindy这个网络服务哈 因为我重新配置了一个 而且呢是以系统管理员的方式进去 那接下来呢 我整个文件有一个Cgo Plus命令哈 就是Eta把这个文件弄进去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 把这里面的代码复制下来 OK 回车 表空间已经创建 现在赶紧来看一下 诶 出现了一个叫做UserCindyTemp.dbf文件 这是一个临时表空间 接下来 再创建一个数据表空间 看看 OK 表空间已经创建 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文件的产生 果然已经出来了 UserCindyData.dbf文件 好的 每当我们创建一个表空间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dbf文件 这个就是UserCindyTemp.dbf的表空间 存储结构 当然表空间之上 我们可以再区分为段 段之上呢 再区分为区哈 区之下呢 再分成数据块 就相当于一个区是由多个数据块组成 一个段呢又可以由多个区组成 而一个表空间又可以由多个段来组成 而表空间对应的就是数据文件 好的 那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就先结束本次的Work的逻辑存储结构 关于段区啊块的这种应用 在未来我们的讲解过程中遇到具体的点 我们会来详细讲解它们的应用 好的 本次课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再见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